香港少年冰球隊球員7月31號 與中國冰球隊在中國大陸進行比賽 當香港隊以11比2的大幅領先的情況下 突然遭到了場上7名中國球員的圍毆 裁判沒有及時阻止 香港教練認為 中國隊員輸不起 失去理智 在網路上流傳的影片中顯示 兩名中國隊員不斷的揮拳 狂打一名香港少年冰球隊隊員的頭部 其他4名香港隊員也被另5名中國隊員毆打 香港隊沒有還手 只是抱頭自保 整個事件發生在河北省成德市 第二屆全國青年運動會的冰球比賽上 7月31號 香港隊與深圳少年冰球隊比賽 在最後一局 香港隊以11比2遙遙領先 這時5名香港隊員突然遭到7名深圳隊員的圍毆 香港隊教練在網路社交平臺Instagram發帖表示 當香港隊取得領先 中國隊就失去理智 5名被攻擊的球員只是被動防禦 但裁判卻沒有任何動作 只是站在旁邊看 他還表示 他們只想要一場乾淨 維持運動家精神的比賽 但在大陸不可能做到 只見一些犯規 骯髒和沒有體育精神的運動員 身為教練卻幫不了他們 六四學生受害者方正畢業於北京體育學院 他認為 這些球員長期被中共洗腦 並在他們身上加上所謂的國家和民族的情感 因此 他們基本上不具備體育精神和比賽品格 一旦體育失利啊 或者是有一個小小的一種爭執啊 他們馬上就會過激反應 就會引申到 哇 是不是我們中國受到了欺負 我們民族受到了侮辱 所以才會有這種比較強烈的過激的反應 網友Heaven認為 太過暴力 哪裡來的仇恨 輸求嗎 11比2的水平還不能說明問題嗎 心也太脆弱了吧 網友李雪感嘆的留言說 居然是少年隊 昨天看到一節視頻還以為是成年 未來的希望帶著仇恨 卻沒有去尋找仇恨的根源 希望將變絕望 事件曝光後 中國冰秋協會宣傳部職員 接受香港媒體《香港01查證時》表示 這是比賽中的衝撞 並非毆打事件 8月1號 香港冰秋協會發表聲明 表示事件經過中國冰秋協會處理 三名深圳隊隊員被禁賽一年 據瞭解 冰球比賽有關於打架的規範 一般是一對一 不可以圍毆 球員打架必須脫下手套和放下冰球棍 也不可以用腳上鋒利的冰刀攻擊對方 對此 網民諷刺說 冰球還沒學會 先學會打架 方正表示 從整個體制內 從上層到民間 中國都充滿著一種暴力之氣 尤其是涉及到所謂的民族情感和國家情感的 這些愛國主義時 中國民眾的這種情緒就表現得更加獨特 在體育比賽中 這種表現也展現得淋漓盡致 在中國大家都知道 體育和政治是結合最緊密的 體育比賽變成了一個大打出手的這麼一個暴力圍污 讓人難堪的 很丟臉的這麼一種行為 而且裁判他們也沒有及時的干預 上任這種情緒的壯大 非常糟糕 一位中國大陸球迷認為 中國少年冰球隊的這種表現 不排除受到香港反送中事件的影響 因為中共現已開始負面報導香港的遊行 他灌輸大陸老百姓都是港獨一部分人 和外部司令干預 引起大陸老百姓的重測共激吧 就是文革一套宣傳的 所以他們這次打起來也可能有這一點關係 網友Ted G直言 承德 河北這個地方我的老家 又紅又磚又左 赤化程度高到讓你吃驚和可怕 這麼樣對香港人 我只能說 把自家人處理問題的隱瞞方式搬到檯面上來了 可笑可悲 方正認為 只有打破中共極權體制 中國的運動員才能在公平競爭的環境中 展現個人的運動生涯 並真正的呈現運動家的精神與風範